曾任職台積電顧問和營運長的蔣上義 過去是護國神山的研發大工程 而後轉戰中國去年底辭去中興 副董後退休赴美定居 今年接受美國電腦歷史博物館訪談 首度對外揭露去中興之前 曾經告訴張忠謀 沒想到要前往中興的消息一出 在臺灣鬧得沸沸揚揚 後來得到了一個壞形象 因為政治因素 更直言加入中興是一個錯誤 一生中做過最愚蠢的事情之一 蔣上義透露 加入中興三天以後 正好碰到美國祭出制裁 中國無法購買先進的設備 卻因為他是美國公民 也被視為臺灣人 因此不被中國信任 感受很不好 蔣上義在出任中興副董以前 也曾被武漢紅星研嵐任執行長 當時風光引進生產七難免以下的 先進製程EUV設備 而後居然爆發財務危機 被稱為世紀騙局 蔣上義也曾公開形容 這是一場惡夢 而中國當初挖腳台積電大將 就是要拉攏人才收割技術 在半導體界人具舉足輕重地位的蔣霸 拋出的這一席言論也帶有市井意味 意外揭開中國高薪挖腳逐大夢的背後真相 三立新聞要抽成李文科綜合報導 新上級的路地 像芝樓的食堡 這一家中的路地 三家中心 他們擱和 一家中心 三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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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家中心